大家好,歡迎收聽港理台的綠水青山 今天錄音時間是9點半,出街的時間是6月24日的早上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還有記得訂閱我們港理新台 因為我們被油管打壓得很緊要,現在要轉半屋 我們這次就要把連結等在下面 哎呀,我竟然昨天不記得把連結等下去 今天就要開蘋果汁 耶,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原本就說有機會是星期五收工 結果,哎呀,竟然真的有另一個收封收得更快的媒體 就說中了,但是星期三,最後一天,他的網上版 實體報紙,就是星期四出完之後,就永久收工了 哇,這次真的要開蘋果汁賀一賀去 哎呀,我還要是那顆橙那隻,有蘋果汁的粒在裡面 哇,這次真是色香味味,完全是二十九幾年來 捕在心裏面那種烏氣,馬上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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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讚一讚,有些媒體做了過去獨果日報所作的謊言 這個就要讚一讚,大公文匯揭破100個獨果26年的罪行 由於獨果的罪行過多,A軍也不想在這個節目上跟大家數完 說了一個sauce給大家,大家就可以看了 當然,A軍當然要說幾個很Landmark的Case說出來 整個所提,1998年陳健康事件 給了五千元酬勞去買新聞 B軍你覺得買新聞這件事你怎麼看? 買新聞?即是作新聞咯 這些是作者不是記者的所謂 是啊,買新聞為什麼通行都不能接受呢? 因為買新聞那些人就是記者本身已經有個立場 然後給錢去找證人去證明,其實就是做假 去證明自己的立場,然後廣告天下 這些擺明是腦屈行為 所以全世界沒有一個記者是會做這件事 因為機軍記得很久之前,曾經有一個電視新聞的記者 去到日本那裏,想要採訪一個完爆之後的受難者 接著那位人士接受完訪問之後,問他要錢 然後他直接不緊去做這宗交易,就走了 那為什麼呢?因為整個新聞都知道 這件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好,接著第二宗展示出來的 哇,這宗展示非常經典 A軍一看就馬上看著 原來有個合成招 還有A軍年輕時候的女神周慧敏 他竟然將一個日本AV的一個裸女身段 放進去,二花節目真是離譜 哇,那時候還要說 肉女露點寫身30元有得看 真是離譜 這些毒果真是毒害人不少 應該都不止的 剛才所說的幾個比較突出一點 當然還有霸王洗頭水等等等等 哇,這次真的要讚一讚 這個大公文匯的媒體 就清楚地說了 不止一百單 其實他列出八十多單 裡面的embedded的東西 其實細心數,真的不止一百單 大家絕對可以上網看 這個是A軍 幫這個獨國日報 送殯的一個人 贈品來的 送禮歸 B君有沒有補充呢? 其實獨國之所以有今天 很多那些黃人就說 哎呀,什麼損害新聞自由 大家看看上個星期發生什麼事 人家廁止大國 將肥佬黎送上神主台 都說 長期反共有貢獻的獎給他 大家再看之前 維佬黎又去 赤子大國見 副總統彭斯 之後又收收賣賣 又找了不知哪個 前美國那些高官一起 在那裡去 遊船那裡開P 都不知道做什麼 這些行為 我們也都很有意思的看到 其實 肥佬黎收售外國的捐款 去破壞香港和中國的活動 是有很多年的歷史的了 那上個星期 赤子大國就把肥佬黎 擺上神主台 我很有理由相信 其實 赤子大國 就想動肥佬黎很久了 事源就是去年的時候 這個 赤子大國的總統選手子 那肥佬黎呢 就擺明居馬 就說支持阿特離譜 就動阿燈神 那 怎知這個選舉結果 就說阿燈神贏了 燈神贏了 還不打算動回你這個肥佬黎 於是乎呢 就擺他上神主台 喂 其實呢 最離譜的事情 就不單止是落錯注 最離譜的事情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肥佬黎 做假 就是要找那個馬西文 就在那裏動阿燈神的兒子 這件事自然是很有問題 因為第一件事是100%做假 第二件事是 竟然是動了別人家人 所以 A軍曾經 就這樣估計整個過程就是 咳 燈神 就跟所有人說 喇 現在這一件事 我們要借刀殺人 送個獎給他 然後就等於風光大狀 然後有人就舉手 喂 他說了 做了這麼多年 武功都有勞 然後燈神就這樣回答 什麼 這傢伙 用著外國的傳媒 即是用著獨國一報 去影響我們次子大國的選舉 這裏有誰接受外國影響我們本國的選舉 給我舉手 還有 他動了我的兒子 誰覺得自己從政可以合家給人動的 舉手 如果沒有人舉手 那就送個獎給他 給他風光大狀 我甚至乎覺得很有可能 就是鄉島國安所收到的資料 隨時隨地是次子大國的朋友提供的 都有可能 我自己都殺人 你不夠了 我給你一些資料 我要你死 那天就這樣收工 就是鄉島自然有很多人出來互主 大佬 以前一直受他恩惠 現在沒有了資金來源 第二天真是三餐不計 很糟糕 於是有些Delta 100網媒 在互主 即日有一個以前做過金融的一件物體 他在說 原來他說 毒果收工 有三個壞處 B君你知不知 香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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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是壞處來的 他們來說是壞處來的 香港不死 他們怎麼生政治游泳 他說三個 第一個 是鄉島的精神 第二個 是影響鄉島的形象 第三個 是影響投資者信心 他都瘋了 A君都已經全部博過了 變成 今次 毒果正式提早倒閉 麻煩 沒有了這三個 鄉島沒有了 你們快點走 不要留在這裏 好了 毒果這些東西 淘獨鄉島人以上 希望 毒果倒閉之後 鄉島人能夠 專注自己的政績 不要再玩些低能政治 好了 那要專注自己的政績 要看一看 真的呢 如果做得好 真的做到可以飛上天的 不止飛上天 我們要飛上月球 是啊 飛上青天 冷明月 這個絕對不是夢 而是已經實現了 我們鄉島的理工大學 曾經有一個 contribution 就是幫忙 我們上俄五號的機械臂 去製造一個機械臂 去搞月土土土養 這次上俄五號 就拿到兩公斤的月土回來 終於有部分 就是下個星期開始 就在香港那裏展示 就在香港會展那裏有得看 耶 不單止這樣 今天23號 神舟飛船 首任的總設計師 斥sir 就落到鄉島的理工大學 作首次的講座 裏面就講到很多 關於中國航天 這些航天精神 這些精神才是值得學的 當然 斥sir 妙語連珠 有些就發人心醒 一句語 李鈞就在 和大家試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們韓堅 真的和舞蹈友 全世界都在對著我們來打 莫說 我們之前的上俄 就算在這個太空站 十年前 西方 特意不讓我們中國人上去 現在我們就做了自己的太空站 真是勁抽 所以 斥sir 這句語錄 第一句就這樣說 不管情況如何變化 自力更生的志氣 不能丟 果然夠勁 另外還有斥sir的金句 一個人沒有愛 就不可能奉獻自己最寶貴的東西 而最高上最偉大的愛 就是愛國家 斥sir 就是斥sir 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 做到最好 就是愛國 所以大家千萬不用看到 嘩 我沒有那麼厲害 怎麼搞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大的就可以做到 去到總工程師 甚至乎 中間能夠幫到手 在月球上拿出土壤 到已經為了我們國家爭氣了 因為幾十年前 次子大國聲稱去到月球 來到月球拿了土壤 給我們中央市場多少呢 一刻那麼大把 現在我們靠自己 拿回二千倍回來 真是衛衛 好了 到最後 也有些勉勵 所有年青人的說法 就是我們熱情地 真情實意地 歡迎香港年青人 參與祖國的航天事業 中去 大家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做到事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沒錯 我們這個社會 什麼叫做真正的民主 就是我們每個人民 在社會裡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你只要每個人去貢獻少少的力量的時候 就可以推動社會去進步發展 這次我們中國就威威 弄了這個上澳 還有最新就有了這個 再做個太空站 不過有另一個我們的朋友 雖然他一早就已經 神祖上天空 我們都不知道搞什麼 現在我們上天空的時候 他在這裡下海 不過下海去的地方 真的猜不到 沒錯 就是猜不到的夏威夷 話說 這個俄羅賓海軍 很久沒有去過遊船河 終於這次去遊船 游一下游一下 游了去夏威夷 他這次整隊軍隊 猜不到 就真的 拍了二十艘船 至少 目測 看到有二十艘軍艦 去到夏威夷那裡 曬一下肌肉 沒有我們曬一下太陽 享受夏威夷風情的海灘 你這個地方是屬於次子大國的 不知道 我們走過路過的 這些叫自由航行 太平洋這麼大 海是公海 我們自由航行 去夏威夷那裡演習 射一下導彈 放一下飛機 沒什麼的 你又沒什麼了 次子大國的責任 立刻在珍珠雞那裡 做了F22的機器 在財事後面 兼且有空 在看著你 你就說得輕鬆 他們做得賤的 都很責任 對了 次子大國經常說 中央市場的海關越來越厲害 我們小心點 到俄羅賓說 你當我漏的嗎 我們海軍 走到你夏威夷那裡 你省定點 前陣子 剛剛吃完俄羅賓 接著 大家互派大使 這麼大的成績 終於談到了 一互派大使之後 現在俄羅賓真是 來而不往菲利亞 我們互派大使 我們一組互派軍艦 這個真是俄羅賓 的友誼之首 你記得佔住 次子大國 好啦 次子大國 他會怎樣去反應呢 逐之事後如何 請繼續收聽 港美台 耶 好啦 今天就這樣 差不多了 好啦 我們去喝蘋果汁了 拜拜